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做一个中二道尬的 不知道什么朋克标本 这是它的能量仓 外露透明 内藏烧粉 至于深夏 然后把别的部位拼起来 没有严格按照它原来的位置拼 想做成一种身体部分变形张开的感觉 螃蟹还是挺简单的 除了脑袋就是腿 随便找点东西让腿部连接部件修剪一下 铜丝剪成小段用超级黏土固定 粘上八条大长腿 干燥后翻过来 发现了的确太脆 分分钟断腿 我们用细铜丝拧成麻花塞进去做骨架吧 虽然麻烦但是结实多了 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它在装备各种零件之后才能站得稳吧 接下来用各种铁线铜丝软管手表零件装饰它的钳子 是巨姿勾入一枚红钻坐于它的眼睛 下面这个是夜光的手表指针 但是好像没看见它亮过 继续装零件齿轮 这是一个不太好用的钻学笔笔头 我也不知道为啥要弄成这样 粘上线前 干燥后拆针 已经可以稳稳的站着了 翻过来 粘上这两个小钻片 这是它的腹部 我们把它清理了 手表把头加软管加铜丝 里面灌入不知名蓝色粉末 粘在背后 螢光绿水晶胶线连上八条腿 另一头导入身体 翻过来看看好像太浮夸了 剪掉吧 大腿连小腿 大腿连小腿好了 接下来做一个装小螃蟹 用一下漏洞 再相隔钻 背后装两个玻璃保险丝管 背上再整点花里胡哨了 这样就完成了 半鸡蟹 半鸡蟹武装小螃蟹 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么大的螃蟹的标本 也是第一次养了这么久的螃蟹 这个叫越南钩手蟹 原产自越南 体色鲜红 两额不对称 其中一只特别大 像一个钩子 非常霸气 饲养的时候水墨不背都可以了 再放个垫脚石和躲避 肯定能比我养的好 这次的设计灵感依然来自 现有的材料 东拼西凑 有啥用啥 看起来就很弱的 側挂小钢炮 延价装散着塑料亮片的胶线 生硬不添合的金属零件 凝乱如毛线团般的铜弹簧 装歪了的破旧水晶 摇摇欲坠的小螺丝帽 无处不在的浇水拉丝 这一切都在迷失着修衣的敷衍与膨胀 不过这颗璀璨夺目 设计精巧 低调奢华的红颜 难道不能瞬间拉高整体档次吗 虽然中间的底盘触地了 但是原设计是让它做成全空的驾驶舱 由于没有那么小的驾驶员模型 就改成能量长了 腿部连接用的有弹性的软胶 把玩的时候不会那么容易断腿 还有个设计不知道大家看什么 背后的导管里面其实是夜光纱 有没有那种传送能量员的感觉 可能还是要上色或者喷漆 再加点均膜防控炮杀的 放回盒子里吧 下期视频就给它做个造景吧 大家是喜欢自然海滩风 还是末日沸土风呢 我觉得修益佳的这些零件 就是化舌添足 还不如人之原味好看 好的 谢谢夸奖 我们下期再见 你的关注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是非地带吗 你这就很厉害了 你工作人员